照片基本的编修 首先我们要来学习调整照片的角度 那点选档案 浏览 在第一课里面呢 这边呢,第一课翻译档里面呢 我们往上拉,我们去寻找这个 飞鹰的,有时候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 会把相机转90度,对不对 那怎么把它调整回来呢 点选编辑 旋转与翻转这里 那这边呢,我们往左旋转90度 那往右旋转180度 水平的左右,垂直上下 好,我们现在选往左 就可以把它调回来 当然最后面再点选这个储存档案就OK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照片偏黄的处理 档案 浏览 一样在第一课之后讲 我们开选体育馆这张照片 那这是室内拍摄的照片 因为在室内,所以照片会偏黄 对不对 上面灯光的原因 那怎么把它调整回来呢 首先呢,我们也是顺便再认识下右边的第三颗 叫文件管理员 目前我们刚开的这个老鹰的图形在这里 好,这个地方 按两下可以切换 好,那我们 目前在这个体育馆的照片里面 那怎么把颜色调回来呢 我们点选相片 色彩的白平衡 那白平衡开起来以后呢 接下来怎么来调整呢 我们点选左边的这个挑选色彩 这个地方 这是原来的照片 这张是处理后的照片 目前我还没处理 你要告诉这张照片说 你的颜色不对了 好,哪个地方应该是白色的呢 好,比如说我现在点选在白色的墙壁这里 好,冷气机主机也是白色 点一下 那么它就以这个颜色来做调整 所以右边呢 就恢复了正常的色彩了 好,那点的位置不同 有些影响哦 比如说我现在点这个位置 跟点这个位置 好,那同学可以试看看 好,做完以后当然当然确定 所以白平衡处理照片很容易 好,我们来看看 处理前整个都黄黄的 处理后 就完成了白平衡照片的调整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浏览 我们来开启那个谷层的照片 我们来制作黑白的照片 这谷层的照片开起来 那怎么把颜色去掉呢 首先点选相片 色彩的摄像与彩度 那同学看一下摄像是循环的哦 好,那摄像是颜色的变化 当我们把彩度降低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黑白的 好,彩度就是颜色的浓度 彩的一百的时候呢,浓得很 有点过头,对不对? 当你把彩度变成一百的时候 表示把颜色抽离 原来彩色照片就变成黑白了 这时候当然确定 好,就变成黑白照片 那首先我们也顺便大家认识一下 什么叫做摄像 摄像呢,就是色彩的外向 波长,比如说 红、橙、黄、绿、蓝、电子 颜色去循环了 那彩度呢,就是颜色的浓度 像左边这个颜色浓度就比较低 这彩色浓度比较高 当变成-一百的时候呢 就变成黑白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红眼照片的边修 什么时候会发生红眼照片呢? 好,首先我们先把档案先开起来 档案的浏览 把这个女孩的照片开起来 你看它眼睛红的 什么时候会发生红眼?再讲一遍哦 当你傍晚开闪光灯 对到眼睛的角度 就可能会变成红眼照片 那我们把红眼照片怎么边修呢? 相片的移除红眼 我就进到这里来 接下来 你就使用这个 预设是红眼,对不对? 那也可以去除黄眼 黄色的、绿色的这个 那就把红色的地方拖一起来 它就把它去除 如果觉得一次不够呢? 就再一次 去除第二次 那事实上选起来范围里面 它就把里面的红色处给移除的意思 好,按确定 所以完成了红眼照片的编修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智慧型曲线的调整 好,档案的浏览 我们开启那个其实 那这照片呢 后面刚好是背光 所以呢 后面太亮,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主 主题的石头呢 就反而不清楚 那这怎么处理呢? 好,接下来我们使用 相片光线的智慧型曲线 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哦 把它点起来 点起来同学看一下 我们什么都没做呢? 它就把我们原来的主题呢 就把它弄清楚了 好,就像这样 它自动会帮我们调整 我们照片 而且它会告诉你 你是使用什么相机拍摄等等 接下来是要做 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 叫确定 那就完成了 智慧型曲线光线的调整 好,圆图是这样 黑黑的,对不对? 调整后呢 就清楚了 智慧型曲线一个很棒的功能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智慧型的合成 那所谓智慧型合成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作用范围 好,这里有三张图 结合01,02,03 使用脚架哦 相机不可以移动位置哦 让人换位置拍三张 第一张图在左边 第二张图在中间 第三张图在右边 我们可以把这三张图 结合成同一张的照片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做法 好,那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把档案全部关闭 插插 我们就不存档了 我们留那三张图照片来 作用会比较方便 点选档案的浏览 好,按着shift键点第一个 按shift键点最后一个 可以连续选取照片 这时候再来点选这个开启钮 这就是我们刚刚的 左边、中间、右边 这三张图,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来制作呢 那首先呢 我们把三张照片开起来之后 这边再提醒同学 请你使用脚架 相机不可以移动位置 就人换位置拍三张照片 好,首先开这三张照片 然后再来点选相片的智慧型合成 好,他提醒你光圈、ISO都要一样 就进到这里来 那从左边这张开始描吧 那这边呢 我们要把人留下来 所以呢 这边的笔头要改成什么 加的笔头 好,开始图 加的笔头 当你现在开始描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张图 人的区块把它保留下来 好,接下来换成右边这张 当你切换到下一张图 他用红色的区块显示 好,再点选中间这一张 就开始描 描要把它描完整来 那这三张图的部分呢 就会从这里切 可以切个来看 好,如果全部做完之后 再点选这个智慧型合成 好,那就很有趣的 把三个人的照片 结合成同一张 就完成了这个的制作 按确定 好,那这个后面这三张图 原来图把它关闭 个别的图片,有没有 那就完成一张很有趣的 神奇照片的融合 自己跟自己的做合照 那当然你可以换不同衣服 对不对 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看 照片的美容术 我们进行档案的浏览 我们把这个女人把它开起来 这是个外国的小姐 那首先呢 我们要把它的 这个制把去除 我们使用放大镜工具 拖曳要处理的范围 那接下来呢 我们使用什么呢 我们开启 左边的修容工具 左边这个 第四颗 这时候再来点选 纺织的画笔 那纺织画笔开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把旁边的皮肤补给它 使用这个 再看一遍哦 点这箭头的纺织画笔 好,我随便点一下 它说呢 你必须按住shift键来定义来源 好 那来源你不能点这个地方哦 这个肤色差太多了 这个地方的皮肤应该从这里来 所以按着shift键 这边点一下 那各位看到这支笔头 哦,笔头太大了 也许16就好了 这时候我再边再边点一下 好,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那就拿这里的皮肤来这里做修补了 好,补完以后呢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回到100%来看 那点选切换其他工具 就完成了 去除黑字的一个效果 做法就像这样 好,补完以后 好,补完以后 好,补完以后